一个突如其来的噩耗 让隐士沟的史文杰措手不及 七姓螳螂拳第七代传人 于天璐 促然理事 享年六十九岁 史文杰立即动身赶赴烟台 参加老朋友的葬礼 好短短的一个人 为啥说说就走了 他走了之后 他将大量的东西都带走了 没有传给好人 但是在他那个确实了之后 对我刺意是比较大的 站在老朋友的坟前 夕阳西下 史文杰是百感交集 回到登峰 史文杰没有回家 竟直去了小时候练拳的 阮村老拳堂 此时的老拳堂 已经破败不堪 富满陈辉 所以我四复堂里 老泉堂 恰似当下中国传统功夫的一个缩影 庄严却寂寥 压在史文杰身上几十年的规矩 似乎有些松动了 四十年前机缘巧合 史文杰继承了少林南院的功夫绝学 他特别承诺师父 这门功夫宁可失传 也绝不外传 即使是自己儿子要学 他也不能坏了规矩 眼看出自少林四百年的 这一脉武功绝学 就要在自己手上断绝 史文杰的痛苦无以言表 面对少林功夫祖师爷金纳罗 史文杰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 密集传承的规矩 象征着中国人对于生命价值的最高理赞 那是忠义 诚信 智慧 而当遭遇特殊情况 也是因地的做出改变 也是中国人圆融变通的处世哲学 师父 月亮涂地吧 月亮涂地吧 师父 月亮涂地吧 师父 月亮涂地吧 雄三少林 雍华汤 前法门 第八代 真传底子 问贱 受徒拜师一尺 肯思 向师父 姓吏 我现在把这些密集传承给你们 希望你们练好功夫 谢谢师父 二零六年八月 胡正生第十六次拜见老拳师徐武道 金城所致 金石为开 这一次 他的执着 终于扣开了老人的心扉 我说您的武术是很好 但是您的儿子 或者您的后续的人 不在练的 难道你不希望您的武术 会有延续 会有串臣吗 后续的一些人 他在练你的东西 难道你不感到行为和高兴吗 我一半就给他们讲到这个时候 基本上所有老拳师 没有不放开心扉 他去告诉我 好 我拿点东西 好的 我会说说啊 我给一些东西 说明在这个脸圈啊 最后是苦了 你可得 你吃苦 在这儿圈树上 我用这 自干脸 自干啥 这是一会儿 全部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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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有着内容很沉啊 回去好好 这些 里头内容啊 在脑海里琢磨琢磨 把这个 业业砍头 我们工作自然生啊 回去好好下工 密集的找寻 是一件可遇而不可求的事 一本书 一句口诀 一种土纳 都可能藏着某些功夫的秘密 当武术经过时间的魔力 人心的断大 当它有了体温 有了规矩 有了传承 他就变成了功夫 变成了中国人的生命哲学 胡威的话终于完成 同一个深夜里 胡正生按照密集 找到了通向绝学的路径 密集不在别处 在每个功夫人心中 领会密集之时 就是顿悟无道之日 以教育之详 响 空 啰 右 为 脚 思 音问题 物 所谓秘籍就是传承修身悟道 以及那种虽久死而未毁的痴迷 他画出这个画的时候 我觉得儿子在醒来比较理解我的 他知道我的梦在那里 两个月之后 陈世龙将父亲传给他的少林棍法 悉数传授给战友 半年后 王高峰没想到的是 罗承竟然回来 逝去的岁月固然不能倒入 但未尽的缘分终将继续 史文杰此前死守的规矩 虽然破了 但功夫却传了下来 那一朝一世 还和四百年前 一模一样